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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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會聽舊歌多還是新歌多 我自己其實喜歡聽舊歌 聽回以前的廣東歌 找回中國名字的歌去聽 因為可能我本身比較懷舊 剛剛看過我的手 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新的歌聲 可能這十年來的 都未必會知道叫甚麼名字 新的歌手都有 例如呢 張敬軒、容祖宜 然後… 容祖宜張軒是新的歌手 不是… 洪家豪、鄧小巧 坤哥那些 星歌都會聽 唱魚那些很多都會聽 我都懷念 之前九十年代的時候 那裡有自由 我都希望廣東歌可以防撥 不管新歌還是舊歌 廣東歌在大家心目中 仍然有一定的位置 所以到了今天 一群喜歡音樂的唱片小店老闆 繼續緊守崗位 他們深信只要有好歌 一定有人懂得欣賞 哪個時期 其實唱片業是最風光、最好買的 許宜潔那邊出來之後 一直冷起聽歌的熱潮 一直到九十年代 或者是二千年代 都沒停過 一直都是很好的環境 聽歌的市場 當時如果男歌手 就是譚詠麟 一天可以賣幾塊槍 如果女歌手 我覺得是鄧麗君 鄧麗君的時候 一出就有很多人買 因為她的聲音實在太漂亮 很多人到現在都仍然很喜歡她 哪幾位歌手 由以前到現在依然這麼好買 其中一個 這個是張麗榮 這個是K2版 X3 CD版 還有這個是SHMCD版 是 女媒體市場這些賣幾百元一隻 雖然現在市場真的不太好 但依然有人來買唱片 所壽的, 何用途 buy 什麼類型 好像正在電視上每晚都播臉 劇集歌曲 劇集歌曲 份齊也有一堆有歡迎 旦 şey 旦 performance 吳約欣 更近期的古姿橋 有多一樣的 受歡迎是能 прилож的程度 令唱片不斷嘗試 還算快 除了電視劇幫助之外 還有什麼類型就進來 問你們有沒有這些碟賣 其實我覺得是Suki 本身也是很勤力的女歌手 即是Hifi唱片, 所謂發燒碟 所謂Hifi, 一支碟賣得好聽 就不是因為它是Hifi 如果配合Hifi所謂的靚音 即質素再提升, 更加多人支持 雖然他們選擇這首歌, 翻唱歌 但是… 以前的人叫口水歌 其實我也有點貶意 對, 口水歌就是… 你只不過是把這首歌再唱 沒有任何修飾 或者很隨便唱出來 你就是那種口水歌 但是他們很用心編曲 再重新演繹過 把這首歌帶去另一種境界 其實你可以當新歌一聽 因為很多歌… 你想想, 可能是三、四十年前的歌 現在的新一代未必聽過 是 由他們再找出來, 再重新唱歌 其實等於聽著新歌一樣 說真的, 做音樂 大家都用很多心思去做 音樂不是免費, 是要付錢 他們賺到錢 就用心思去做多些創作 好的音樂 好的音樂給大家分享 對吧 所以不能說香港的歌沒人買 只要你做得好, 一樣有捧場客 大家好, 我們是… 為何會想到用《Nowhere Boys》來命名 我們剛好出道那一年 有一部電影叫做《Nowhere Boys》 就是介紹John Lennon小時候的一段 即是不羈的前傳 是 在電影中, 剛好John Lennon被校長 召唤了別人的校長, 罵他 然後罵他 John Lennon, 你在哪裡 John Lennon就說 就是問他是否無處的地方 是否充滿著天才 我覺得他這裡反串的… 很有趣, 很聰明, 很是他的性格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 很喜歡John Lennon 所以就叫做《Nowhere Boys》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直直無名的一群人 所以我覺得《Nowhere Boys》的名字很合襯 其實以前阿瑜也說過一句 他說不如說不適合我們 不如違反了西班說明條例 不, 所以我們一出了英文歌 叫做《The Boy Who Wouldn't Grow Up》 就是說Peter Pan永遠長不大的男生 就解釋了你們這群人 對 作曲或填詞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余佬、Benny做的 編曲的部分就一起做 一定要一起做 每個人的元素都要在裡面 因為我們五個本身的音樂附近 很不一樣 可能我跟Hansel會比較近 因為大家投入中學都是古典樂附近 古典樂附近 例如Ken那樣是一個超級… 就是古典樂附近 我六十年, 你不太大了 你看他的樣子也知道 這個就…不知道 其實這是歌迷加, 歌迷加古典樂附近 還沒抓到他的底牌 Nake很全眠 原來也是, 但他主要是玩爵士樂 我們將不同的方向去看一件事的美感 可以拿到一個中間點的時候 那件事我們覺得最漂亮 像金木、水、火、土、互補 我們五個好像… 因為大家懂得不同的 一個循環 你補一下我, 我補一下你 大家不停地引導大家 一些你本來自己想不到的東西 但到最後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是因為大家互相推向大家 五個人, 五把口, 五個意見 會否變相得來… 可能…你必說是吵架 但會做首歌很長時間 因為大家放太多意見 不會很長 但我也很順暢 第一支表演, 你做得很快 是 因為其實那時候是偏的 而且大家都很客氣 你說這樣就這樣吧 對, 也是這樣 現在也是這樣 對, 大家開始有怨言 我聽你這麼說 有時候我們在樂隊房裡鬥一首歌 真的會越加越多東西 這個問題最大的原因是 因為初時我們沒有樂隊房 我們不是經常坐在一起做 而是在家裡做 所以每個人都編成一首歌 所以一首歌裡有五首歌的東西 是 我們最近有…出來… 每首歌的時候 我們都很人性化, 去啟動一下 先嘗嘗 所以大家會剪東西 你們的狠心就更狠了 通常我也很狠心, 我剪掉它 因為我們真的不能剪 他又何常不是這樣想, 對吧 那怎麼辦 我們混合的時候 要不就不要剪, 你小聲一點 不如剪到這樣 最後誰還混合的 不, 我們有八爺哥來的 你的心合痕差一點 他就沒事做了 對… 我們問他 他其實已經不用彈琴了 他只會拉小提琴 後來我們在室內聽 不如把小提琴蓋上蓋上 我問他, 我在這裡做什麼 在直播的時候都拍手作嗎 那最終呢 最終我們把他放在這裡 好 好 好 一、二、三、四、三、二、三、七、八、七一、八十 其實我就會努力 所以我那邊快要去 我跟他放鬆來不及 拼了一半 就我不是… 你可以把我拼了 飲了一半 你和我自己買了 你快要你買 我自己買拼了 你買了 那我來買的 我買到有那麼買了 我買了 你們的名字是電影式搖滾 早一、兩首歌曲比較西片 對… 這首歌曲比較港產片 對,由荷里活去了香港 對,三、四、四、四 其實我記得是因為普通話的歌曲 我們如何熱愛流 都說一群小伙子 如何模仿這種偶像去做事 所以整個音樂影片是很好的 很本地的 但我們發覺底部是搞笑的 就像龐卓哥一樣,我們都想做得很帥 但最後出來是這群人挺大笑的 這群人笑的,拍手掌笑 我也很奇怪 說不定很認真 你的畫面已經放在音樂影片裡 因為你始終是演電影式搖滾 音樂影片有畫面,很重要 很重要 對,所以你就把你們的古靈精華 的想法全放進去 是,沒錯… 我覺得我們稱之為映像舞蹈 當然音樂影片是很佔很重要的一部份 是 《天海飛遷》也是瘋狂的 我們經常很想穿古裝 古裝 終於滿足到 那時候穿著古裝在旺角 尖沙咀最黃的地方,在武劍 那你的下一部應該是演戲 甚至是… Kent一向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例如我們拍… 我記得拍《大股第一代》 最后他要在海邊跟小朋友看一看 然後要哭 導演一喊動作,即哭 貓海,你真的是一個演員 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所以你們是想著會繼續做這件事 其實《No Way Boys》 直以來我們想做的事 就是我們每一首派台出的歌 都是讓觀眾突然說 什麼事?你們搞什麼? 為什麼又搞一些完全沒發生的 就是每次都想你不認得我 是,如果你說要問《No Way Boys》 跟其他樂隊的分別就是 我覺得《No Way Boys》在想的東西 算是天馬行兇 而且在想的東西 並不是一隊樂隊去想的東西 這張唱片其中有個有趣的名字 看到的就是鄭伊麵 是… 也不放鄭伊健的 是要放鄭伊麵的 這是他的選擇 真的嗎? 是 因為他說他一直以為 都想做一隊樂隊 真的沒聽過 而那隊樂隊就要叫鄭伊麵 本來你作這首歌是寫給他 是… 但最後你繞繞轉轉之後 就變成一首合唱歌 對,非常開心 是… 某程度上 你聽到鄭伊健這三個字 某程度上的電影感已經很重 你已經想叫藍哥了,是嗎 其實你留意聽到 鄭伊麵的唱腔 用的方法跟他很相似 因為鄭伊麵是抄襲鄭伊麵的唱法 但其實大家都是男人的浪漫 所以這是否多夢寐以求的一件事 可以這樣做 不是多夢寐 也不是多夢寐 對 當然 這隊樂隊最辛苦的 就是他們選擇了每個星期三 早上10時做演唱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這樣做 很微爛,很不跳舞 因為大家吃完午餐後 就要各自去做自己的兼職 對,所以我們抽到的時間 大家一定有空的話就在早上做 晚上有些人在家裡 要照顧小孩,就要回家照顧 這是不是大怨嗎 不是 早上組樂隊也挺有… 很健康… 感覺到裡面有股正能力 對… 也是正能力 這首歌曲最牽動的情緒 其實我一想就想到 《黃色大門》這首歌曲 因為它的歌詞和歌詞 可以帶我進入畫面 而我覺得歌曲就是這樣 可以從我現實生活中 帶我到另一個世界 不用理會我現在所有的壓力 我覺得這是很有畫面的 對儲物狂來說 要斷捨離應該沒什麼可能 當人人視之為垃圾的時候 你偏偏就當它是補 黑膠唱片,究竟價值多少錢一張 人人的看法也不同 但對這位黑膠唱片收藏家來說 黑膠唱片就像她的生命一樣 這裡大大畫畫收藏了多少張黑膠唱片 這裡大約有三萬多隻 其實我還有十倍那麼多 在大貨倉裡面 但哪個時期存得最多? 應該是九十年代 因為當時不流行黑膠 全香港一起扔黑膠 其實你經過那些垃圾房 都看到有的東西可以收拾 不用錢,很多都是 其實我收拾回來的 現在有些都值錢的 例如除少縫這些 當時沒人要的,我們去收拾很多 但現在也有人要的 在垃圾房可以找到很多寶藏之外 還有甚麼地方找到很多黑膠唱片 其實那些Disco 有時他們整間裝修 80年代,流行80年代的音樂 他們將整個70年代的音樂 那些Disco裡面幾千隻 就不要了 我甚麼都要了 那我就找火車去載 幾千隻載回來 這些是Disco,Dj用過的 這隻還是Disco 當時張國榮、梅延芳 我們很喜歡去這間Disco玩 當時電台也有很多唱片不要 好像這些電台碟 他們每個星期都會放很多下來 因為當時他們也不會放那麼多 有些…其實現在也變得很珍貴 但當時真的過盛 其實你看著這些被遺棄的唱片 有甚麼感覺 我覺得這些唱片好像有生命 我覺得他們好像孤兒仔,很慘 我修養他們 我好像一個黑膠孤兒院 希望有人來接受 為甚麼你會覺得唱片有生命 有些歌聲他們離開了 其實我還說他們還未離開 因為你聽過這唱片 真正的聲音還在那裡 它不是數碼,又沒有壓縮 是真正的聲波 你這麼喜歡這些唱片 你有沒有想過怎樣繼承下去 幸好多了年輕人喜歡 年輕人喜歡這些東西 他們會變成… 稍後就像另一個我一樣 我覺得會有的,會有這些人會來 要是有這種人會來看 有些人會來看 提起倫永亮 大家不其然會想起兩個女人 除了上回提過的林契蓮之外 當然少不了另外一位樂壇天后 梅艷芳 與音樂人對話 我們一起揭開Anthony 和梅艷芳之間的音樂故事 Moy姐的合作和翼蓮的合作 你覺得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翼蓮會聽某些歌曲 而介紹給我 我想改這首歌,可以嗎 有時我覺得不行 有時她聽到有堅硬彈 我會說不要吧 你別壞掉別人的歌曲 不適合你唱 Anita的自由度比我的很大 她是… 她很相信你,你給甚麼就唱甚麼 對,我覺得Anita給了我很多機會 我們有兩、三首合唱歌 其實這些機會都是她刻意製造出來 《心明示冷》是其中一首 在我的歌唱事業裡 開了一道很大的門 《心明示冷》原先… 你猜我寫給誰? 我是寫給Maria Cardero 唱片公司的監製是拒絕了這首歌 我不太憤怒 因為我覺得那首歌是有興奮的元素 我給了這首歌給Maria聽 Maria說,這首歌挺好的 有時歌曲有歌的原始發生 對,很奇怪 對,那些祭儀的花水月是說阿妹的心態 她在唱的時候,她也知道 阿妹說,很適合我 是不是? 交了一首歌給她 兩天之人就叫我 你們,你們明晚有無期嗎? 浪漫室 我怎麼了?我想錄鏡花水月 我自己心裡害怕 你何時這麼積極? 很坦白地跟我說 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音樂和歌詞,我很想唱 我很想知道我唱出來的感覺是怎樣 外面跟我研究一輪如何唱法 她就會進去唱 林允年就不是的 林允年一來到一定要吃東西 叫到… 我吃東西,很餓,很肚餓 我打電話說,我們三個小時而已 終於那晚吃東西 緬芳一來到,大家一起 會把這首歌聽很多次 她的領力很快 另一種錄音的特色就是 阿妹,我們今天八點鐘開始 好,九點鐘我會接到電話 她的助手阿輝,她說 Anissa說她肚子痛,她會遲一點 好,到十一點鐘 Anissa說她現在很不舒服 她要看醫生,所以她今晚不來了 這些是挺典型的… 會出現的事件 基本上你寫給她的歌詞 不會都是薄身的人做的? 多數一定是 她是可以持續到很多類型的歌 給她一個快歌,她完全會在舞台上 會想到一些動作令你真的很吸引 我記得封面雷樂 是 收到我的展示,她打電話 她說Anthony,我很喜歡這首歌 我已經想到怎樣去跳 另外一個是黑夜的炮 我寫給她,她也是很開心 她說終於有一些… 快哥沒那麼肚子 快哥 阿妹她最擅長的 其實是一些很滄桑的曼歌 曾經在她的喪禮 我說過一句說話 《刺水榴蓮》這首歌 是沒有別的歌手可以唱到的感覺 我喜歡寫一些比較低沉的 慢歌的比句 何逸賴是很成功的 很滄桑,一個很有女人味的女人 在說她的心聲 說到跟妹姐最難忘的合作 會不會是妹姐最後一次 紅館的演唱會 當然是 堅持去做那個音樂會 我就覺得我很支持她 很支持她 我也明白她的目的 當年每晚我在下面彈琴 我看著她在上面演繹 我是很不開心的 大家記得她最後一首歌 是唱《殖人之歌》 穿著那件很長的婚紗 走上到很高的 桌上,很多樓梯級 她怎樣落到後台 那條路是很悠悠曲折的 曲折 每晚我記得我彈琴 我走…走到那裡 等她下來 然後問她怎樣 她又過了一晚了 後來有些人告訴我 每次她換衣服的位置 她們會幫她換衣服 她說有時她在那裡真的很不舒服 有時會發燒 有時會有些頭暈 但那張 DVD是推出得很快的 我覺得有點像你賺錢 我看了第三首歌,我就停止了 因為我自己很傷感 聽到那個是一個生病的人 唱歌 有一晚,如果我看開一點 我會再重新看 DVD 去懷念我這個朋友 我的好朋友,梅五芳 能夠跟她同台演出 謝謝,我覺得是我這輩子 有很大的榮幸 我跟Anita每一點每一滴 都很值得我們開心 而且我永遠記得她 跟一些後輩歌手合作 其實有時會否有時 某程度上 都可能刺激到你自己的音樂師 譬如Juno 當時跟她合作是怎樣的 很滑滑的 我記得上次寫得太多 我給了她四首歌 我跟她開會 看著她沒有表情的… 但至少她很坦白 但四首她就開始笑了 那首歌就寫得太多了 真的很懂得聽模式 她一聽到那首歌 她就覺得那首歌是… 是重的 她會唱歌 我唱歌 她的歌 她都可以發現 她也會唱歌 有這麼多感覺 隨著年紀的長大 很多事情我們都應該 以一個很平常的心去看 不要太重視 我自己寫了這首歌 究竟會否有人錄 會否面世 這些都不需要考慮 原來戀愛 彤彤彤彤彤寫得太多 你我情明以愛的恨笑 所以恨求你可以答應我 感覺 忍退這兩個字 不在我的字典裡 自己很幸運 能夠把自己的興趣 當作一份職業 我是可以藉著這門藝術 賺到錢 雖然加錢不太多 但至少可以生存 這件事是很不簡單的 很難得的 以後沒犯妖 如你的感覺像你最初 原來戀愛 彤彤彤彤寫得太多 令我靜明燃愛的恨笑 所以恨求你可以答應我 感覺 所以答應你 可以恨求我 感覺 如果沒有這種情況 我可以恨求你 你不會是嗎 我可以對你 你不會有那種 所以我相信你 我不會是否有 你會不會對我 然後你會對我 我會對你 我會對你